杨超越的故事或许是现代社会里那些对梦想执着追求的人的一种集体共鸣 这个江苏女孩并非出身名门,没有高协力 却凭借着一张精致的面孔 踏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从一个普通的江苏女孩到如今的社会焦点人物 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然而随着她在娱乐圈的崛起和在商界的逆袭 她所引发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杨超越加入火箭少女队之后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不俗的表现 很快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娱乐圈的光鲜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而杨超越似乎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积极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从代言活动到开设公司 从无名小卒到一家公司的实际掌舵者 杨超越的人生轨迹让人惊叹不已 然而她的成功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 的关键在于杨超越的上海户口落户 在上海陵港芯片区发布的 2022年第五批特殊人才公告上 她的名字出现了 这一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 身为杨超越虽然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并不具备落户的条件 她的歌唱和舞蹈记忆并不突出 甚至有人认为她的成功更多的依赖于其外貌和娱乐圈的资源 为何一个缺乏特殊技能和背景的普通女孩 能够轻易的在上海落户 这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在网络上 关于杨超越落户上海的讨论热度很高 许多人对她的成功表示羡慕和祝贺 但也有不少人对她的资格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一些网民认为 杨超越的成功与其个人能力并不相符 更像是借助关系和资源的结果 这种不公平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人们开始思考社会竞争环境下的公平性和机会精等性 与此类似的并不罕见 在娱乐圈和商界类似的成功逆袭故事屡见不鲜 一些普通人凭借一时的机遇和硬气 便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成为社会的焦点人物 然而这些成功背后往往隐藏着种种不公平和不正当的因素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竞争环境的失衡 一些人依靠着关系和资源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 而另一些人则陷入了困境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杨超越的成功无疑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他的成功将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机遇 另一方面他的成功也将引发对社会公平性和竞争环境的反思和讨论 人们开始质疑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 竞争环境是否存在着不正当的优势 杨超越的成功成为了一个突破口 引发了社会的思考和反思 至今关于杨超越落户上海的争议仍在持续 虽然官方已经表示他是以特殊人才引进的 并符合相关政策 但这并未能平息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杨超越的成功既是一种梦想的实现 也是社会问题的折射 他的经历让人们开始思考 成功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规律和秘密 以及社会竞争环境下的公平性和机会精等性是否存在着实质性的问题 杨超越的故事让人不禁思考 一个普通女孩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成为焦点人物 她的成功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规律 社会的资源分配是否存在着不公平现象 这些问题或许没有简单的答案 但杨超越的经历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或许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我们才能找到实现梦想的更多可能性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